我跟上一個題目其實有延續性其中的一小塊 好這是第二次要來講文字館地圖 其實發起剛好是去年二月第七次的時候 我去看了一下 那其實說真的就是我昨天晚上試了一下 你把文字館丟到Google然後查新聞 好像有幾萬筆還幾十萬筆 我覺得文字館這個slogan在新聞出現的頻率 我自己覺得好像每一個月都會出現 那我想可以理解是就是會有那麼多 就是納稅應該說稅金沒有被善用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是全部都是公部門的錯 因為連民間部門即使是以營利為性質 都有可能商場根據商業條件的變遷或人流的改變 所以突然那個某間百貨公司就變文字館 更何況是並沒有在這麼精細評估的 或者是有些要服務的性質下的公部門的公共建築 當然他有機會變成文字館 那這時候就要去提一下說 這當初的緣起還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欽佩的藝術家 姚瑞宗老師 那他當然是台師大跟台藝大的老師 他也是一個藝術家 那從2011年開始他發起了第一本 每一本都裡面都有一百筆的圖跟文來記錄文字館 那12年13年甚至14年去年的10月發表了第四個 每一年都覺得做完就不想做了 這是他跟他學生的抱怨 但是到最後還是做到第四百幣 對 那我想是說那個時候當然我覺得說他非常欽佩的是說 他甚至這種一本印出來都是十五百塊錢 他自己都花了幾萬幾十萬去印給議會啦 公部門啦公務員啦 讓他們去考慮知道說這件事情如何去活化 那當然其實把它寫成App 用Open Source的方式去把它寫成App 讓大家無線登錄 這是最容易去散播也能夠最容易去幫忙的方式 所以在Beta版分 去年我一拿到他的一部分的資料 當然就寫成Android 所以現在Android直接搜尋文字館地圖就有了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重要是有圖跟有文 所以這其實是400筆相當有價值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需要後端工程師 那我也需要如果有網頁的話也需要前端工程師 尤其是我需要熟PASS的工程師 因為想要用比較簡單的方式把標價後端寫在PASS 那最重要的是我需要完全不會成事沒關係 我需要資料整理跟輸入的制工 因為一開始比較投機取巧用Flick來當一張圖庫 那400筆每一筆都有大概四到十幾張的那種照片 所以其實光是要輸入Flick就是一個 我跟在校的學生都會搞到非常忙碌的狀態 所以真的只要願意來整理這些很有趣的資料 甚至後面想要做點Data mining 例如說到底這些文字館哪些是哪些建商做的 然後想要挑戰變成小波塊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一下 所以這是文字館地圖專案 謝謝大家